大家好 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教程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用苹果Mac笔记本电脑 安装Windows10双系统 我之前做过一个教程 是用Mac笔记本电脑 用虚拟机的方式 安装Windows7和Windows10 比较详细的介绍了 虚拟机的安装和使用方法 这个教程是和大家分享 用苹果笔记本安装双系统 这个双系统和虚拟机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运行一些比较小的 Windows应用程序 可以在虚拟机里面运行 但如果你经常使用Windows系统 或者以Windows系统为主 建议安装一个双系统 双系统的意思就是 在苹果笔记本启动的时候 它有两个分支 一个是启动苹果系统 另外一个分支是启动Windows系统 用双系统的方式安装的Windows 它才能充分的使用 苹果笔记本硬件的资源 如果是虚拟机安装Windows 它是先启动苹果系统 然后在苹果系统里面 打开一个应用软件 那就是虚拟机 在虚拟机里面运行Windows 虚拟机适合轻度办公使用 关于虚拟机和双系统的区别 就介绍到这里 从下节课开始安装双系统 我会一步一步的操作 一步一步的录制 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各位 另外我的这个教程仅供参考 因为各位所使用的设备 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年份 它是不一样的 在装双系统的时候会有差异 但整体上流程是差不多的 我的课程仅供参考 如果大家遇到问题 请致电苹果电话客服 苹果的支持电话好像没有时间期限 我的这台电脑买了7年了 他们仍然在提供技术支持 这个各位可以放心 这套做双系统的教程 做好之后 我会把它放到虚拟机的那个课程里面 那各位在学习的时候 双系统和虚拟机可以一起学习 这套教程是付费的 如果感兴趣 请给我留言或私信 这节课就到这儿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